日军731部队是一支秘密从事细菌战研究和作战的部队 那些颇具始料价值的证据记录着他们所犯下的反人力罪行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恶魔的宝石解密731 1936年在黑龙江一个叫贝英河的地方发生了一次粤日事件 30多名被日军关押的犯人试图逃出监狱 其中有12个人成功脱逃 之后他们投奔了东北抗连 并向抗连的领导报告了一个惊天秘密 那里不是普通的监狱 而是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实验场 这个秘密又被隐藏了很多年 直到日本投降后 一批历史学家和民间人士 开始搜集证据揭露真相 终于拼接起了那段让人难以置信的黑暗王室 哈尔滨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 哈尔滨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 这座兴起于19世纪的都市 留下了不少近代中国遭遇外敌侵略的历史遗迹 在哈尔滨郁江区 有一处特别的建筑遗址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 731 这个名字对了解历史的人来说 就是恶魔的代称 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建筑中 曾发生过的往事 是习惯了和平生活的人们 所无法想象的 1982年的一天 一个中年日本人来到731旧址 四处查看 他叫森村成一 凡是喜爱侦探小说的人都知道他 森村成一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 他的推理作品 关注并批判社会问题 是一位充满正义感的作家 1982年的中国之行 森村成一却不是为创作推理小说 之前因为偶然的机会 接触到了731部队的老兵 引发了他对这支神秘部队的兴趣 以前在赤奇报上发表过一个文章 死的摇篮 上面有一点关于731的事情 后来有731部队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对我说所写的731并不完全真实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 在731原队员中有一个联络网 一个人提供证言后 不断有人提供证言 因此证言的范围不断地扩大 老兵们对森村成一讲述的故事 让他无比震惊 他几乎无法想象 那些丑恶的事情 是发生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 这是原队员的证言 说他们从华尔滨市内 骗了一个小孩 活生生地把他解剖 原队员将他的内脏拿出来 撑凉后放到福尔玛林瓶子里的时候 心脏还在跳动 森村成一说 我无法容忍 当一个纸质版税与稿厨的作家 他指定要揭开这道隐秘已久的历史伤疤 通过多方取证 森村成一写出了 关于731部队的长篇纪式文学 恶魔的宝石 其实早在这之前 日本的很多学者 已经开始研究731部队的相关情况 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 731并不是日军对外公布的正式番号 在历史上 这支部队对外称 关东军防疫集水部队 是研究如何为野战军防疫 和提供清洁水源的 但实际上 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 却不是防疫集水 在今天保留下来的 731部队遗址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不仅有办公大楼 还有黄鼠 还有黄鼠饲养室 动伤实验室 本尸炉 而这个叫四方楼的遗址 则是关押犯人的地方 在731遗址陈列馆中 展出了很多相关文物 包括各种医疗用具 和培植细菌的器皿 所有证据都说明 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防疫部队 在森村成衣的书中 详细描述了 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 和活体解剖的罪行 恶魔的宝石出版后 引起了轰动 闯下了三百万色的 小手记录 日本其右势力 马上对森村成衣展开攻击 他们抓住书中的一些瑕疵 极力否认细菌实验的事实 但是森村成衣的书 唤起了日本民间的良知 很多老兵受到良心的谴责 主动站出来 讲述压抑在内心多年的秘密 他们的证词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这道口子的另一头 隐藏着一个异形怪兽 731部队的筹建者 叫石井四郎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 是一位微生物学博士 28岁时成为日本陆军军医 但是这位医学博士 却热衷于细菌战 他曾专门到欧洲考察 暗中调查德国秘密研制 细菌武器的情况 回国后石井四郎开始四处活动 后来曾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远藤三郎 曾在日记中写道 当时石井经常在参谋本部露面 大家都知道他向各参谋 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经过多方游说 1932年8月 石井四郎如愿以偿 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 成立了所谓的防疫研究室 同年石井四郎到中国东北考察 当时这里已经被日军占领 并建立了围满洲国 日本正以东北为基地 密谋向中国腹地扩张 在军国主义的疯狂战车上 石井四郎终于找到了 自己的一席之地 1933年 代号夹冒部队的 石井继军研究所正式成立 这就是731部队 这位老人叫小肿梁雄 几十年里一直在用事实 向人们揭露731部队的真相 小肿梁雄 1939年加入日本关东军防疫集水部 当时的他只有16岁 731部队中 有一个专门培养后背力量的少年班 小肿梁雄就是少年班的成员 他主要从事辅助性的工作 在我所在的田中湾 在那儿接受指导培养跳蚤 我当时是在一个三楼 有一个暗室 在那里有一个木架子和一个水泥罐子 在罐子里养老鼠 那是一个暗室 但温度非常高 我们轮流将死老鼠拿出来 在放进活的老鼠 我还做过收集跳蚤的工作 我们给老鼠注射鼠疫病菌 从老鼠身上采集携带鼠疫的跳蚤 后来知道 这些带有细菌的跳蚤被用于战争 在很多中国劳工的证词中 也表明731部队曾大量饲养老鼠和跳蚤 采集各种病菌 综合各种档案资料 人们发现 731部队培植的细菌名目繁多 弹菌 鼠疫 祸乱 赤粒 伤寒 气性坏菌 腥红热 流行性出血热 百日咳 性病 结合病等 都是传染性极强 危害极大的细菌和传染病 但731部队的研究 却不止停留在动物实验的阶段 还有更令人发指的罪行 挑战人类的功力和道义 2014年 麒麟省大案馆解密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 这批档案是从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撤退时焚烧文件的余禁中发现的 在这些档案中有四份特别的档案 里面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特以处分 文件里犯人最后的目的地都是哈尔滨 由当时的哈尔滨宪兵队接收 特别移送的在当时的日本宪兵队里面是有特殊含义的 就是不经过法律程序把它送到哈尔滨宪兵队去的 特别移送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含义 为什么要躲避法律程序 1949年在苏联伯利进行了一次针对细菌战的战后审判 法庭曾经出示了一份特别移送的档案 作为731部队罪行的证据 但是这次审判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而特别移送的档案在中国国内一直没有发现 这个档案是1997年我发现的 叫特一级的档案的影印件 根据东安宪兵队的这个文件 苏联间谍刘士杰特一级交给了 哈尔滨宪兵队交接完成 金成民毕业于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731部队的研究 1997年金成民在黑龙江大案馆发现了66件特殊的日军档案 上面都标注着特别移送几个字 这个特一级是1938年关注宪兵队下发的这个文件 明确凡是被宪兵队捕获的抗日及反法西斯致使 特别是地下谍报工作人员被捕之后 他们通过特一级这么一个方式 直接向731部队输送活人 这些所谓特别移送的犯人 其实都是给731部队做实验用的活体 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来 根据老兵的回忆 在731部队里 这些犯人被称作马路大 在日语里的意思是被包了树皮的木头 而日军对待这些犯人 就如同对待木头一样粗暴 军医们给马路大注视各种细菌和传染病 观察效果 甚至在马路大还没有死亡时 做活体实验 这是因为尸体中的细菌含有很多杂菌 如果不是活体 就达不到最好的实验效果 这就是731部队所有秘密中最大的秘密 在大楼里有若干个解剖室 解剖室的大小刚好能放进一个人 我负责的工作是给马路大刷身体 刚开始时我腿发抖 根本不敢 别人就告诉我可以用最长把的刷去刷一下 解剖之前我问 脸也要用刷子刷吗 别人回答我对 在我后面进来的是做解剖的人 吩咐我去取盛放内脏的容器 当我回来的时候解剖已经结束了 时间很快 被解剖的人已经看不出人形 731部队的解剖师胡桃泽正邦 一生都保留着那段黑暗的秘密 直到临死前四个月 他才终于吐露真相 你做过活体解剖实验 是的 是在感染了梅毒菌的中国女性身上 在活着的时候 睡着的时候做的解剖 要用动脉止血前 因为还活着 血会流出来 就像水龙头出水那样的流出来 身体不会抖动吗 会动 不会醒过来吗 会的 醒了后有喊叫的吗 有的 喊什么 直到现在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些事情 他们从麻醉中醒过来 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 这样的事永远都无法忘记 大川福松 也曾是731部队的解剖师 因为工作出色 石井四郎还送过他一把配刀 我亲自参与活体解剖 每天都做吗 对 在731总共解剖了多少忙 数不清了 开始的时候不做就不给饭吃 因为这是命 渐渐地人就会变了 冰漆班就是名义上 手藏汽车和塔克来演示耳目 但是实际上就是小型烂烧武器 以及疫苗演示的地方 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动力班光芳 动力班呢 就是像整个游区 731最正陈列馆 是1985年建成开放的 在展出的大量图片中 很多场景可以用 触目精心来形容 除了细菌实验外 731部队还有各种所谓实验 这些实验手段的残酷性 也都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极限 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 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在他的日记中 记录了1933年 前往北银河细菌实验工厂 视察的情况 1933年11月16日 对一名被实验者 用光气进行毒气实验 五分钟后 被实验者肺部开始发炎 但他还活着 然后对他进行了禽化甲注射 二十分钟之后 这名被实验者失去了意识 接着又对其进行了数次 两万伏高压的电击 但仍没有完全置其死亡 最后用注射的方法把他杀死 这还是在731部队的早期 到后来 电击已经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实验手段了 而毒气实验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群 在飞机场遗址设置了毒气发生室 石井四郎多次乘飞机去毒气实验地 实验的时候一次运送十个马路的 每次使用的毒气种类都不同 继子气 糜烂型毒气 变换浓度来实验 入口以外三面是玻璃 方便观察 记录其中的情况 除了毒气实验 还有冻伤实验 这是为了研究和解决 高寒地区作战的冻伤治疗问题 最初 冻伤实验只在东北寒冷的冬季进行 把马路大绑在室外 任其自然发生冻伤 在中国哈尔滨冬天很冷的时候 做冻伤实验 把人身上泼上水 然后运到室外 观察其冻伤情况 用木棍敲打 如果发出肉体的声音 就继续冻 直到肢体发出木头一样的声音 确认到人已经严重冻伤了 再把人弄到屋子里 浇上温水进行治疗 看看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治疗 731的实验成果越来越丰富 终于制造出了细菌弹 在距离哈尔滨本部西北 200多公里的郊区 曾经发现了大量的陶制弹片 根据大案中发现的图纸 说明这就是当年731部队制造的细菌弹 为了印证细菌弹的威力 马路大又被用来做实验 他们被绑在木桩上 飞机从空中投下细菌弹 让马路大感染上病菌 然后再回去进行活体解剖 哈尔滨以北250公里处 有个安达野外实验场 在这里多次用活人做细菌弹实验 把40多马路大绑在十字架上 排成圆形形状 向中心投放逃至细菌弹 我们观察的人 站在大约4公里以外的地方 月定男是石井四郎的司机 经常跟随石井四郎 参加一些重要的实验活动 他记得在细菌弹的野外实验中 曾经发生了一次意外 在实验室 有一个马路大解开的绳子 从十字架上掉了下来 随后一个一个都被解开 向四百逃散 但实验场地很辽阔 是无法逃脱的 731队员驾驶着汽车 将他们逐一地全部压四 所有变态的罪恶 却是在高度的理性和严密的 组织下进行的 731部队 731部队内部纪律严明 管理得精精有条 至于那些马路大 就像养殖的老鼠和跳蚤一样 有时还对它们十分爱护 给它们补充营养 而目的是 把它们养瘫后 便于进行更多次的利用 一个身强体壮的马路大 进行的实验 绝不只有一次 731部队并不是随意地 将抓来的马路大 进行毒气实验 解剖实验 因为这样是很浪费的 将它们分成ABCD组 来进行传染病实验 动伤实验 枪戒穿透实验 反正要将这个人来做人体实验 并不是任意地执行的 这对被实验的人来讲 是非常残忍的 谁也无法体会 马路大遭受的折磨 肉体的伤痛之外 还有心灵的恐惧和绝望 特别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痛楚 已经突破了人类历史上 自相残杀的极限 但是 在战争狂人的眼里 马路大不是他们的同类 他们只是用来达到 自己欲望的物品 马路大的痛苦和挣扎 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同情 医学的理念是治病救人的 但为了杀人而实施的人体实验 不能叫做医学 这是一种欺骗 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是无视中国人的生命和人格的 这种人体实验 并不是被邀请来而实施的 完全没有顾及到 人类的尊严 人格和人性 是完全泯灭人性的状态 由于很多答案被销毁和刻意隐瞒 我们至今不能确切了解 究竟有多少无辜的人 惨遭731部队 蹂躏和杀害 目前发现的特别移送答案 总共有一千多人 其中只有17个人留下了他们的生前照片 在这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里 人类的良知和同情心被一点点的扼杀 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变成了杀人恶魔 而十几岁的少年也都成了帮凶 731部队的普通士兵 大多来自石井四郎的故乡 日本千叶县 这是石井四郎处心积虑特意安排的 731部队在当时也是违反国际法的 是绝对不允许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的 因此731被称作是秘密部队 在731当中 来自石井老家千叶县的人是最多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石井四郎能够很好的控制731部队 而且能够很严密的保守秘密的原因 在今天保留的731遗址上 只有731部队的本部大楼基本完好 剩下的全都是残垣断壁 这不是岁月的侵蚀所致 而是人为的破坏 在1956年一位摄影师拍摄的这段资料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曾遭到过炸药的破坏 根据档案记载 这次爆炸并不是敌人所为 而是731部队的自毁行动 就在1945年8月10日 日本投降前夕 日军大本营命令731部队长石井四郎 迅速地破坏一切 职员一刻也不要停留 尽快回国 让一切证据物件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建筑物理的马路大 用电动机处理后 在贵部的锅炉中分毁 并将所有的灰烬丢进松花江 用的原因 是用电动机处理所有的马路大 就是用毒气 用毒气处理所有的马路大 然后迅速撤退 撤退之前 石井四郎对731部队的所有官兵 下了严格的封口令 户队战败的时候 石井四郎曾经有个目的 绝不允许向外透露 731的事情 你们一直要把这些事带紧关在 事情是离开哈尔滨的时候 给夏本民那个人说了 如果你们再回国以后 说了这个哈尔滨做的些什么 做了些坏事情 这么一说的话 我不允许你 到天家海角 催你 这么一说的话 人都回国以后 谁都不说话 人都在哈尔滨待过的事情 也不说 在部队解散的时候 石井命令我们说 不要多走 1946年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 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罪行 被披露和审判 但是 让人吃惊的是 在军事法庭上 731部队却成为盲区 石井四郎没有被起诉 事实上 当时美国的调查人员 对731部队的相关人员 进行了调查 但是 相关档案 在半个多世纪里 都处在绝密状态 外人无法得知 1947年 石井四郎 从马就和美国调查官 摊牌 说我 希望我能受雇于美国 我可以基 我20年研究的成果和经验 为奖来对书作战 进行准备 到了1947年夏天的时候 美国和石井四郎 达成了协议 美国获取了日本西军战资料 其条件是 免除了石井四郎 和所有731部队成员的 战争追责 2000年和2007年 美国政府两次解密了 部分日军西军战的资料 包括审问石井四郎等人的记录 终于公开了隐瞒 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2011年中国学者前往美国 搜集相关档案资料 虽然之前对731部队的罪行 已有很详细的研究 但当学者们看到这些档案时 还是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冲击 当年石井四郎向美军提供了 大量原始实验报告书 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报告 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等研究 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 以及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例 幻灯片等 石井四郎于1959年在家中去世 虽然他逃脱了法庭的审判 但他的名字 他所做的一切 以及他背后的军国主义幽灵 将永远被刻记在 人类历史的驰驰驰上 当这些良知复原的老兵回到中国 面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感到无比的羞愧和痛楚 在那个秘密的军事基地里 靠着效忠天皇和帝国的自我麻醉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这是他们生命中 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我接受了自己有罪这个事实 真是太对不起了 现在我不知道该怎样谢罪才好 我知道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 我是一个罪人 你们还能让我活到84岁 谢谢 能够让我活下来 真是太感谢 我想把我所经历的事实 告诉现在的年轻人 不告诉他们是不行的 也要提醒现在从事医学 物理和生物学的有关日 为了将来创造一个光明的幸福的世界 不要承担我们的负责 也要把这样的话告诉所有的年轻人 必须要告诉他们 有关于大人 我需要和大人 我需要尽量的数据 也要许是否则